字幕提供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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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今天就是要徹底的 可愛到底 我們今天要做的作品 大家可能應該會覺得 好心動 怎麼會那麼可愛 甚至你看一隻一隻活靈活性的 大恐龍住在你眼前 然後恐龍的品種 不知道小朋友照不照得出來 我知道這隻大字的 應該就是暴龍 然後這一隻應該是劍龍 因為它背上有一個一個小劍 那我們要歡迎到我們今天手作達人 曉飛老師 要教大家怎麼做這樣子的寶石恐龍 歡迎老師 嗨 大家好 我是曉飛老師 好 我們要請曉飛老師介紹 今天如果要做完一整隻 好像好逼真的恐龍 會需要準備到什麼材料 我們只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紙箱 然後還有鉛筆跟情意筆 還有雙面膠 還有玻璃紙 彩色的玻璃紙 今天要準備到的材料其實是還滿簡單的 主要就是大家要抓住恐龍的神韻 因為如果你本身在描繪它的外框 還有模樣的時候不夠精準 可能這隻恐龍就不會那麼逼真 好 我們要開始請曉飛老師動手教大家做保濕恐龍 好喔 先拿出這張 這個是我已經採好的紙箱 就是大家網購可以不要丟掉的紙箱 可以重複再利用 然後拿出鉛筆 然後就可以來繪製恐龍的外觀 那我今天先來做那隻背上有劍的那個劍龍 好 因為它比較好畫一點 你就可以先畫出一個小小的頭 因為他們的頭是偏比較小的扁扁的頭 然後再接著他們的身體 身體就是一個超級大弧形 你就這樣沿著你的紙板這樣畫 拿著鉛筆繪製就可以了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尖尖的尾巴 通常我都會把它的頭跟尾是頂住的 那尾的地方會建議要頂住 因為這樣我們等一下可以少切一刀 所以你看我們在選這個硬紙板的長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順便決定你的恐龍的長度 像這個長度就是你的硬紙板本身的長度去裁切的 你的恐龍的大小 好然後我會建議大家拿一下紙板底的地方 稍微就是讓它平一點 所以可能就是紙箱上面 因為它是瓦刃板去做成的紙箱 所以它上面其實都會有一條一條的直線 那你就自己抓一條你覺得最適合的直線拿來做他們的腳 像這樣就可以標示得很清楚 這邊有一個腳 然後把這個腳標示清楚 也是為了之後等一下切的時候會比較平均 你就不會歪歪倒倒的 這樣它們就可以站得比較穩 它可以做出一個恐龍的撿影就可以 那我們的腳已經畫好了 接著我們就來畫它們的上面 肚子給它多一點好了 調一下 肚子讓它厚一點 上面的部分呢 就是要來做它的 健龍的那個骨板 那它的骨板基本上都是 有點像五角形的呈現方式 所以我們只要在 你也可以先畫一條 最上方這一塊一定是可以最凸的 然後我們可以先假想它有一個弧形 就是沿著它們的背部 所以你的那個骨板就可以生長在 這個弧形之下 它們就會很整齊 然後有從 就是有漸變的概念 從小一點到大的 然後再縮到小的 像這樣 然後其實就是 沿著你的虛線去畫 有沒有看到從小的變到大的 然後再變到小的 然後最下面這邊呢 它的尾端的話 我們可以幫它畫幾個尖刺 像這樣 三角形的尖刺 好 臉的地方 會畫一個眼睛 給它一個 微笑好了 其實如果它沒有刺的話 就有點像烏龜 對 也是圓圓的身體 對 好的 我們 畫完這個鑫筆稿之後呢 就直接拿起一筆 把它描繪它的邊 那通常我中間這一條背的話 我是不會畫 我會直接畫它的 就是我們剛剛幫它畫好的 外框的這個 主板的尖刺 就不會去畫那個背 就不會去畫那個背 我就會把它 控格控開這樣子 然後再描這個線的時候可以稍微畫粗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會把它的外型切下來 其實如果你的輪廓邊 稍微幫它加粗的話 你基本上在做裁切的時候 其實也比較好裁切 邊邊不用太細 然後你可以跟老師一樣 不規則的線條 不用畫得說一定要很規整 用尺子去描摩 像這樣子其實裁切下來 就算有一點點人工的感覺 人為的感覺 比較不那麼平整 其實也很夠嘴 好呦 好 盡快要把它描完了 然後我想要讓它的腿稍微短一點 這樣它可以站著比較穩 我們再把它的臉接起來就好囉 好 把它塗滿好的 然後給它一個鼻子呼吸的地方 好 接下來勒 我們已經描好了它的外框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長相 好 那接下來勒 我們就要把它切下來 可以用剪刀也可以用刀片 那因為我想說 我直接把它挖下來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用刀片囉 然後在使用的時候 請各位注意安全 嗯 因為實際上這硬直板還是滿厚的 所以呢小朋友 你可能會發現 我們剪刀有點難剪 那用美工刀呢 是比較快 可以把它的外輪廓 裁割下來 那主要是因為你會發現 我們這幾隻恐龍啊 它的輪廓都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它比較沒有多的曲折 所以它的線條都是比較單一 那小朋友你可能 特別是漸容 稍微難一點點 你在裁剪的時候呢 你要記得沿著我們剛才用黑筆呢 把這個框框描粗的地方把它拆下來 那剪刀也OK 只是因為硬直板比較硬 所以你用剪刀可能會覺得 比較難剪一點 就是硬直板的話 它有一個厚度在 有些剪刀會 有點矮這樣子 會有點交叉 會比較沒那麼好剪 所以我會選擇用刀片去切它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就像友吟剛剛說的 我們的線條它其實沒有很複雜 它其實都算是比較簡單的質素 或是很大型的弧線 所以我才會選擇用刀片 因為像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快速 然後像在切的時候也是 記得是指板要移動 不是人在移動 就是 不能說人這樣一直跟著移動 不然我怕就是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就是用刀片移動 紙張移動就好 然後你看其實它們的幾乎就是 都是一段一段的線段 去把它連起來 所以在切的時候會覺得好 沒有那麼難切 因為它們都算是比較直線型的東西 的線段 只是會花一點時間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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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 買的 將車子 特別是你看它背上的其實 見很多個 所以這樣數下來 大概也是有七八個左右 所以小朋友你可能在割的時候 它線條跟線條的組合 特別是這種凹槽 這種洞洞 你要特別的注意 那當然如果你用剪刀的話 可能凹槽又要比較小心 因為你剪掉一個刺的話 你又要再重新畫 重新做 所以還是比較建議你用美工刀的方式 跟老師一樣一筆一筆去刮它 因為反正它都是線條組合 你就沿著你的線 我們的邊 這樣慢慢去畫它 然後再把它整個裁切下來 那建龍其實大概整體的雛形就出來了 那等一下我們會用到美工刀的地方 其實不只是它的外輪廓 還有你發現中間這個洞洞 有沒有 這個一個一個的彩色的洞 其實這邊也是我們到時候會用美工刀 把它裁切出來 然後在貼箱中彩色取出來的效果 那每一隻恐龍當然是不太一樣的 你看其實像是暴龍 或者是另外這一隻小恐龍 它身上紋路 還有它的寶石形狀大小都不一樣 所以你做出來的恐龍 就是屬於你自己獨一無二的 其實那一隻不知道是什麼的小恐龍 它是三角龍的 三角龍 其實我的腳好像畫得有點小 看起來好像真的不知道它是誰 好喔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切得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起來 然後這樣敲一敲 其實應該都有切到 它如果真的沒有斷的 就再拿起來隔空 就是不要貼著那個紙 不要貼著那個地 然後直接這樣再幫它補兩刀 可能是交界處沒有斷掉 所以就再幫它切一下就可以了 很像在畫那個糖餅 很像在畫那個糖餅 就是不能破掉要把它挖掉 不能破掉要把它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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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個骨板就會彎掉 所以就是壓一壓就可以了 然後像這個弧形的地方 確實是沒那麼好切 就要再稍微再幫它畫一刀喔 但其實通常會卡住的都會是 弧形的地方比較會卡住 轉彎的地方 對 有轉彎的地方 比較會卡上 不然其實好像 其他地方都蠻好切的 好囉 好了 整片就這樣被切下來了 還是有一些殘留物 你可以最後再檢查一下 然後像這樣有一些 小小的毛毛邊 如果你覺得沒有那麼漂亮 你再用剪刀去修它就好了 因為這時候它的結構 已經有點被破壞了 你再用刀片可能會 沒有那麼好擦進去 所以就直接用剪刀 去把它的小毛邊修掉 這樣就是一隻完整的劍了 好 那我們一樣再拿出刀片 在它們身上 在它們身上 就是可以不規則的畫它的寶石 那寶石的形狀 因為有很多種 就是你可以畫五角形 你也可以畫菱形 三角形都可以 或是正方形 那我基本上不會用到圓形的寶石 是因為我是用刀片切的 所以我就會讓它是沒有弧度的寶石 好先把它的鉛筆線擦掉 好 然後我們來看要怎麼切出那個寶石 你就可以從這邊開始切 然後我會建議就是 間距我們的邊都差不多 留至少0.5到1公分 不然的話很容易就會被軟腳 就是會比較容易會斷掉 那我們就盡量不要讓它斷掉 然後像這樣切正方形 這叫什麼 菱形 不規則的菱形 還有 你也可以切三角形 好 這邊就不用打草稿了 對 這邊我就沒有在打草稿了 因為我覺得它 就是直接拿刀片畫會比較快 所以我就沒有打草稿了 然後因為形狀就是比較隨性 你想要怎麼切都可以 然後就直接把它們這樣搓一搓 它就會掉下來 然後像這樣 我就不能讓它超過0.5 因為再多一點 它可能就會比較容易斷裂 然後後面我們要幫它貼 那個彩色的玻璃紙的時候 也會沒那麼好貼 所以就建議大家不要把它搓到最邊邊 這樣很容易就會彎折 畫好一個就把它搓出去 很好啊 它搓不出去 你就再來裝它挖兩下 這樣就可以搓掉了 然後我們可以做大一點的 有大有小的寶石在它身上 嗯 小朋友這個時候 如果你沒有辦法 像老師那麼得心英雄的話呢 建議你也可以先把泥藥的圖啊 你也可以畫星星啊 畫在我們的恐龍背上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挑戰自己的話 你就可以畫個多邊形 然後呢 把這個恐龍身上呢 通通的都刻的滿滿的 像你看我們戰力的暴龍啊 身上其實面積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在做設計的時候 你可以在上面呢 是畫比較多的 像這樣的圖案 那你也不一定要跟老師一樣呢 一定都是菱形啊 正方形啊 三角形啊 你也可以挑戰比較高難度一點的 多邊形 那或者是你可以刻字都可以 把你的名字刻在上面也OK 那因為它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呢 你可以發揮的地方就會比較多 對呀 或者是你整個外型 你的主題也不一定要是恐龍 你也可以是其他的動物 然後都可以 就是把這些洞挖掉 就可以去貼它們的寶石 所以你看我大概挖了 一二三七個洞 好 就把它翻到背面 然後拿出這個叫做玻璃紙 玻璃紙就是有點透光的紙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 後面要怎麼去平貼它 跟你想要它長什麼顏色 譬如說 拿出白膠 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白膠要乾也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都會先把它外框圈起來 就是先幫它們的膠都上一圈 放在它的外面 然後等一下玻璃紙剪完 就可以直接貼到它身上 因為它乾都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比較不怕它們會乾掉 這樣就可以一口氣把它們貼好 譬如說這邊我可以剪一個 三角形給它 然後稍微都要比我們的外型再大一點 然後稍微都要比我們的外型再大一點 這樣它們才會黏得住 然後這邊可以給它黃色的 我覺得有點太大了 就可以稍微對準一下 反正在背面沒關係 超出去耶 超出去一點是還好 或是像這樣多一點 就也是讓它們直接留在上面 就是都OK 像這一格也是可以 藍色用過了 就可以換另外一個顏色 小朋友這時候你就可以學著 去把顏色分配組合 比方說我可能整支顏色要怎麼分配 我給它沾到白膠了 你看我可以把它是暖色調跟冷色調 把它相鑑 那當然你也可以整支恐龍都是紅色或藍色 那因為今天要做的是寶石顏色 所以你想想看 寶石通常會出現哪幾種顏色 像是藍色 或者是紅寶石 或者是黃色 或者像這樣綠色的寶石顏色 那所以這邊都可以考驗看看 小朋友你自己對顏色的了解 然後記得顏色要區分開 像這樣 其實每一隻恐龍的背 有沒有 五顏六色的 比較好看 然後像這比較大塊的 就可以直接貼 這裡 最大的這一片 然後我們再剪一個 這樣看有幾個顏色 藍色 黃色 紅色 那再送它一個黃色在上面好了 好了 這樣翻到正面它就完成了 然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接它的腳 然後看是要接成像我是做三角形的 或者是你要直接把它做成一個卡榫立起來 或者是小朋友你可能想要自己拿起來玩 就是我沒有讓它站立 我就是想要每個人 每個隻小朋友都拿一隻小恐龍 然後每一個進行對戰PK 也OK 你就不用讓它站立了 因為老師特別做這個腳腳 三角形 這個就是為了讓我們的恐龍變成擺飾 那你不玩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在家裡 那它其實是活動的 你看 登登 就下來了 然後我們再把它卡進去 所以老師這個也是拿剩下的硬質板去做採檢的對不對 對 這個腳腳三角形 就是像它周邊 就是我採切下來的這種 或者是紙箱上面本來就會有這種舌頭的位置 就是比較薄比較 應該說是比較短的這種 它沒有辦法做成一個這麼大面積的 它就可以拿來做這種腳架之類的東西 就是比較邊邊角角邊角料的意思啦 那如果你覺得說剛好有剩的話 你就可以像老師一樣把它折成一個三角形 很簡單 就把它剪一個長條形下來 然後折成三角形 然後最後再用膠把底部固定住 就可以在中間剪一個縫 像這樣子 一個縫隙有沒有 你要拆割一個縫隙出來 然後再把我們的腳腳把它扣上去 就完成囉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是四方形的 這樣的一個指甲 所以小朋友你可以發揮自己想像 你要做不做都OK 你也可以直接把恐龍拿下來去戰鬥 也可以 那今天的恐龍就大功告成了 曉飛老師要教你做的 其實是五彩繽紛的寶石恐龍系列 它有劍龍 然後還有不小心被我推倒的這隻暴龍 然後旁邊老師你說這隻是什麼 三角龍 它的腳有點短 很可愛 好三種不同類型的恐龍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謝謝曉飛老師今天教大家動手做勞作 謝謝老師 謝謝 好恐龍要跟大家say goodby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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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嗯 嗯 我想